大半夜突然火光一現 伴隨著巨大爆炸聲響 磁磚跟陽台窗戶全部從天而降散落一地 附近住戶都被突如其來的爆炸聲響 吵醒紛紛出來查看 發現四樓套房居然起火燃燒 趕緊報警求助 很大聲喔 我樓上聽得到 我住十二樓就聽到了 檢查人員獲報後也趕到現場糾圓 隨即在屋內發現一名五十歲男子 那當時是甚麼東西擠起來了 我不知道喔 我不知道啊 你也不知道甚麼東西擠起來了 你有中間沒有啊 沒有沒有 氣爆發生在十四號半夜三點多 高雄中華路這一處大樓的四樓套房 強大的爆炸威力把陽台外的鐵欄杆 以及窗戶全部炸飛 還波及到對面住宅的車輛 而發生氣爆的房間隨即也穿出火車 而索性消防人員到場後在十八分鐘內成功將火石撲滅 我十三點半的時候從我們到場聽拚一下 我看著東西撲一出來 我就趕快撞到 好像是氣爆的時候就凍出來才開始燒的 男子表示自己喝完酒後就去睡覺 對於爆炸原因並不清楚 而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帶火釣客進一步釐清 新新聞劉坤如謝嘉玲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